那么也因为防疫的关系 本来在过年之后就是非常热闹的元宵节 全台灯会几乎都取消 唯独是在台北市政府 他们今天是宣布了 说未来这个灯会是会往后延期 同时他们也宣布了 年货大节这边的活动是取消的 过去的热闹状况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另外是南投发钱母 镇兰宫抢投箱 还有我们看台南的盐水风炮 统统都取消 稍后我们会有更详细的报道 好 不过这一次我们台北灯节 是非常迅速的呢 就已经下决定是要延后的 相较于跨年活动一直到活动当天早上 才宣布照常举办 北市府这一次强调 他们是搜集了非常完整的资讯 而且也做好了评估风险跟效益之后 才会很快下决定 台北灯节前倒影片里 五彩斑斓的灯笼 还有会跳舞的牛 现在通通看不到 现阶段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群聚活动 所以年后大街的实体活动 取消台北灯节延后 原定二月二十六号登场的台北灯节 延后举办 一月二十八号开跑的迪化街 年后大街实体活动取消 民快决定不像跨年活动 等到当天早上才宣布 一切都是考量疫情发展 他都必须要建筑在一个科学证据上面 那昨天当然各个县市他们都做停办的动作 那我们第一时间先去确认 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们先会来制作的程度到哪里了 我们会有多少的损失 强调是经过仔细查证 柯文哲说只要没有政治干扰 都相信专业 但现在活动不办了 损失怎么办 不要超前部署 只要正常规划 历经跨年登会等大型活动 柯文哲坚持相信科学 华市新闻张志行李世健台北报导